上周末,有网友在朝阳公园,偶日李小璐和甜心母女俩,照片里甜心发着双马尾,穿白披黑纱裙,叫上一双黑色小皮鞋,淑女饭十足,李小璐穿得轻便随意,看上去很路人,但是一双异色运动鞋, 把她和旁边的女助理区别开来,母女俩都穿得很休闲,看样子是李小璐带着甜心,到公园过周末来了,甜心蹦蹦跳跳的,看着很高兴,李小璐则沾心的在捣鼓手机,直到助理发现有人在拍上前阻止,这时候李小璐连忙转过身,小小的甜心也像夺狗仔,刺马尚用手把脸遮住, 看见有人拍自己不是大方的咧嘴笑,而是第一时间要把自己藏起来,网友纷纷表示甜心这个下意识反应让人心疼,加上后面一次李小璐的朋友圈曝光, 讲述了甜心要求自己买老奶奶沙包的事,先是甜心发现有老奶奶在卖沙包,然后一直求李小璐给自己买一个,随后叫不住甜心的撒娇,李小璐准备去买才发现原来卖沙包,的是一位您买的老奶奶,甜心的这一举动让她顿时心里一暖,最后把沙包都买了下来,并说你的善良是我永远的骄傲, 两个事情领起来一看,甜心小小的真让人心疼啊,一方面天真无邪,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对着她的摄像头分不清敌我,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,先把自己藏起来,说起来,甜心很小就跟着假奶量上节目, 小小年纪在节目里平放金句,我们白着呢,拆穿假奶量演戏,没演完,爱爸爸吗,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,别看那时候的甜心年纪小,但是一点也不怕镜头,浑身凑着一股古灵精怪气儿,她和假奶量之间的搞笑鼓动也穿了不少粉儿,现在的甜心呢,看到镜头的第一反应是多,确实,明星的小孩有很多优势, 但同时他们也要承受一般小孩不会承受的东西啊